OK 兄弟们大家好 我大炮啊 今天的话给兄弟们来解说一下 剑灰单胶赛的一个比赛 环家轰炸机好少来打剑灰单胶赛啊 最近 所以说的话 最近的话也是比较少能够看得见环家轰炸机这边的一个 剑灰单胶赛的一个比赛 环家轰炸机的首发宝宝跟别的一个 嗯 法系啊 一般法系都是喜欢带什么临终鸟啊 你像我自己的话带什么壁垒击破啊 环家轰炸机这边的话选择是带了一个善恶有报 对吧 善恶有报的话第三回合出了一个天下第一顺 来破对面卫红风的一个法盘大阵 我们来看一下 剑灰单挑赛里面只有两种法系 一种法系叫做环家轰炸机 还有一种法系叫做另外的一些法系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比赛 关键盘的话开了一个大 魔丸在这个筋脉的话 他是没有什么东西啊 他这个筋脉的话 他是没有感知的 所以说的话他应该是要出一个鬼眼的一个小孩啊 我都怀疑这个善恶有报有禁弹啊 血这么多啊 以赛的话第六回合出了一个鬼眼小孩 出了一个鬼眼小孩 这个瞬机的话 打了将近三回合 里面的话卡了一个药 关键盘的话只需要保持奇妙就可以了呀 我们来看一下鬼 环家轰炸机这个鬼眼小孩的看性也高啊 关键盘局面啊 我跟兄弟们说一下 传统法系在面对这种法盘大阵的时候 也不见得特别好破阵啊 说句心底话 其实可以看得到 伤害也不见得特别高啊 等于说魔翻车秒两个单位嘛 法系的话可以秒四个单位嘛 我们来看一下环家轰炸机这个宝宝 1018 拿个小本子啊 咱们先记一下 到时候跟环家轰炸机打PK的时候 看一下环家轰炸机这边的一个宝宝配置 这边的话奇妙啊 这边的话是出了一个影弓啊 关键盘的话来驱散一下对面的一个牛镜啊 运气也是特别好啊 驱散一下对面的一个鬼眼啊 把对面的一个鬼眼清掉 我跟兄弟们说一下 环家轰炸机特别喜欢出影弓的时候 来驱散一下对面的一个鬼眼啊 这边出了一个顺机 哎我感觉环家轰炸机这边破阵的话 跟我破阵的方法差不多啊 什么影弓凝终鸟啊 对吧顺机立P啊 这不都差不多吗 对吧立P 顺机立P 这个立P的话肯定是有高鬼魂的 比赛的话第十回合啊 破阵的话破的就七七八八差不多了 对面的话可能是有风卷残云套 高鬼魂的话没有能够站得住 比赛的话第十回合 对面的话宝宝还多啊 对面一速出宝宝 观战方二速接群秒 OK观战方的话这回合没有选的群秒啊 出了个地厅啊 环家轰炸机更新地厅了吗 我们来看一下 这什么东西啊 哇老板兄弟 哎这本来就五百万的号 难怪这么久没有 没有来打这个剑惠单挑赛了 他妈五百万的号 又更新了一个一百万的地厅 这兄弟们 从此之后剑惠单挑赛大结局了兄弟们 我跟兄弟们说一下 你现在环家轰炸机这种法系的话 以后打PK根本不需要抢法系一速 全部带血腰带就可以了 我把一速交给你 然后我出快递厅就可以了 就如果说你有两个这种百万级的 级别的地厅的话 我觉得说句心里话 剑惠单挑赛这个 这个比赛的话 我觉得呀 我个人觉得的话 剑惠单挑赛的话 已经大结局了 玩起来没什么意义了 真的 你这打个剑惠单挑赛攻地厅都更新了 这有点过分 我跟兄弟们说一下 环家轰炸机现在是一个这样的一个情况 老板又有钱 玩游戏又会玩 而且最重要的是 我跟兄弟们说一下 其实现实里面有钱的老板特别多 可能说我评论区里面 都有特别特别多有钱的老板 但是你有钱 你不一定愿意会弄耗 不一定愿意会玩游戏 对吧 你有钱玩游戏 你不一定一个游戏耗能砸500个W 对吧 你能砸500个W的情况下面 而且剑惠单挑赛 又是在一个无敌的一个情况下面 你还要去更新地厅 还要去把别人的一个专备差距 得拉开 现在是一个这样的 感觉 你懂吗 就感觉 环家轰炸机一个人在玩单击 你懂吗 什么更新攻地厅了 这 我觉得这个游戏太难玩了 兄弟们 真的 我觉得现在打个正规单挑赛 跟打那个 就 跟打那个福战差不多啊 怎么一个号六 六百多万来打正规单挑赛了呀 兄弟们 福战号的话也不过如此啊 真的是猛 真的 这更新的是真的猛啊 就可以看得到啊 环家轰炸机更新到这种地步 其实打卫红锋的话 你说好打吗 也其实没有那么好打 宝宝的话全部出完 孩子全部出完 所以说的话 比赛啊 输赢都是很正常的 真的 你说环家轰炸机的话 打卫红锋的话 也不是从头 干到位啊 所以说的话 真的很正常 对吧 你孩子清掉的话 说不定还要输 就说 所以说的话 我看见环 环家轰炸机破阵都这么难破 我就欣慰了 你懂吗 比赛19回合 非常精彩 咱们下期再见